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去玩球遊戲 是我比較笨嗎 我會了 那不是小破寧嗎 你是閃電話牽著5分鐘 按右 按右 去交代台北 我幫你按好了 你幫我 我會了 你跟交流幣齁 我覺得 然後因為剛剛就是他叫我廷報為表的時候 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他寫什麼 因為我今天有主題喔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簡安座的就是我叫阿德 那我取名稱跟那個很大隻的琴克也有一樣 因為當初進入業界的時候 為什麼一堆James或是一堆Nathalie之類的 就是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誰 但是所以我只能取一個根本不是英文單字的名字 對 那再來就是我學的意思是雲和拉期管系 沒有畢業 然後其實我覺得26歲真的沒有很聯繫 然後再來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就是在我們自己創的幾個地方 然後我單任是技術長 那我要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說 針對於科技這件事情 我們一直詳細始終來自於惰性 就是 那惰性這件事情呢 其實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我們覺得很厭煩 那當我們在厭煩的時候 我們就會出現一個問題的視頻之底下 那所以說我們的公司在創業的時候 我們希望解決的問題是 因為厭煩所造成的經驗品之底下 那這些事情是可以交給科技來做的 例如說業務行為 可以稍微看看創業者可以舉手一下 好謝謝 那問你好了 就是 就是 你做焦點到現在你覺得最累的是什麼 就是 不能要問這句話 好 就是你除了被問這句話也過來 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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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 講不出賣鬼 蛤? 財務啊 財務是在有的不的 就是 反正最主要的事情就是雜事很多 那譬如說我們講的例子是 像是業務行為 一般來講我們講傳統的事情來講 業務行為就是打電話 放影片 那大家最屌的是 就是自己創業的時候 一天打過幾通 關於業務相關的電話 你覺得就是 好我問你好了 你可以打幾通 我都不打電話 你都不打電話 親時太危機 那如果打電話習慣可以提通 好 請問你一天最高 你覺得人生弄太會狂嗎 五百通 五百通 一百通 一百通嘛對不對 你花多久 如果沒做電話習慣了 你花多久 超累對不對 好 再來八明天 我們講剛剛好 剛剛大家喜歡跟啥 有明天 可是回去之後 我們不是故意忘記你 可是我真的禁不得你 就像這樣的問題 那其實這東西可以搭配 一些科技產品 尤其現在已經在走的事情 去做處理 像是聊賴 我可以 我一次打電話 我只能跟你講話 可是我可以開始時刻 來跟正妹一樣 就是做我的業務 那再來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有內容的人 那我相信 如果你沒有內涵 你也不會想創業 那你可以去寫節目 那當然要有點手段去做 所以我們覺得 科技這東西 就跟多台銘講的一樣 就是 一加一要來五 那有鑑於這樣的東西呢 我們覺得就是 呃 除了品質以後 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情報 做生意一定要有情報 就像有些人進來這邊 是因為 我覺得我是工程師 我待在我的房間裡面 我沒有辦法 就是了解一套東西 那我不如來焦點那邊 看能不能收到什麼 新的事情 可是 不是每天都辦焦點的 你們受不了 房間工作不了 好 那 一般我們收集情報的 那方式呢 就是兩種 早餐看報紙 哦 昨天你本來被工程吧 這是我那時候的心情 哦 昨天被工程了 好 或是說看電視 那當然就是現在 因為電視品質低價的情況下 我們也不太看了 那 加上現代科技 我們可以搭配什麼 像是網路新聞 我們看到網路新聞 就可以搭 就是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張 分享的題 就是 歡迎收看CMN 我為你報導 你兩個小時前就知道的事 就是 我們可以通網路新聞 比現在的媒體還要更快 知道這件事情 那 看電視我可以看YouTube 我上個禮拜 我去看股光幫幫忙 我可以現在開始看 而且還可以跳HP版 然後跳我想看 好 所以我們覺得 科技的東西就是應該要想上去解決的問題 可是 這東西畫一個盲點就是說 沒有人做這件事 像我在做結合立方之前 我做 像剛剛講 我是做行銷的人 行銷這件事情 其實根本就是寫漢工廠 家庭代工 我們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各位有沒有 就是三星寫手 我們知道吧 不知道 就是 其實也沒有什麼高升級 就是故意對工徒生 然後兩百台電腦 然後在那邊開始打文章 對 就是寫漢工廠 就是同工 同工 不知道 因為沒有同工 那這件事情你不覺得很奇怪 你可以理 就是 如果你這些東西這麼機械的話 你應該找十幾個寫一個月的文 然後排行圈可以發出去 理論上 對 沒有人做 我在行業裡面大概兩年 沒有人做 所以我最後決定自己出來做 那 我們最初的場面就像這樣 就是 解決掉你 就是要顧給他賣個通工 一小時八十塊 算說不合法 然後 或是說 你今天跟我一件事情很麻煩 我今天罵 我今天罵HTC 但是 我怎麼知道HTC有沒有回擊過 對不對 我不知道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來 一定是要顧給我 他還不覺得累嗎 對 再來就是超過真的很費實 你看好 兩百公務生 我們就要分十幾小時 十乘以兩百零兩千 兩千鐘頭 很厲害 所以說 我們覺得就是 這種東西是可以用程式去解決的 但是我們發現就是說 當我們推廣這產品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說 方法不對 努力百費 各位有沒有幫自己產品寫過廣告文的 老實講 舉手一下好嗎 有 有沒有寫完之後 覺得自己寫得像國中生的作文 對 就是很奇怪 平常就是 欸 國中生的時候很正常 平常把挑挑的 然後等到他去玩 他就開始說 一定要買這個面膜 這個面膜用起來 真的讓我很舒服 就講不出別人以外的話了 你知道嗎 那我們覺得 這個東西 我們看到另一個問題就是 大部分的創業者 我們是在一個 毫無防備的情況下去創業的 就像剛剛在威爾神 是一樣非常奇怪 那我們覺得 要補出 這個問題 重點是提供觀點跟經驗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正確公約 沒有人會告訴黃金光說 教你應該怎麼辦 哇 糟了 對不對 但是你可以去參考觀點跟經驗 所以說 我們的話也設定一個平台 裡面都有幾個地方支持庫 也是我今天要熱烈徵求的 就是 我們提供 我們只要認為這個是有用的觀點 跟有用的經驗 無論大小 我們都願意幫你寫一篇高 那我們會放在上面 跟資料部一樣 喝水裡去查 例如說 有人覺得路邊攤就是用不到FB 我就賣假白的 你要怎麼辦 對不對 打卡就打卡 你也會來 這是很簡單的問題 可是我們就碰到一個老闆娘 他開兩個月的手司機一個店 手機不知道手扒機知道的 手扒機的店 然後靠FB 一個月賺10萬 盡力 OK 那會不會說 我們都覺得打不贏大陸人 但是其實 另一個台灣人去大陸探戶的時候 他跟你說 我23歲 可是我覺得不是跟我們台灣打不贏 是我們願意從 像這樣的觀點 有用 而且也不是有深度 就是說有幫助到 我覺得這還是對我們穿著有用的東西 那所以說 但是我們很堅持一件事 我們不要立場 也沒有生奶生 今天你可以例如說 剛剛講說 賣雞排不需要FB 你可以先 那你可以再寫一篇大獵文 我們都無所 因為我們覺得這是知識 這是觀點 所以目前我們公司主要就是 負責兩個是 第一個協助工具 第二個提供知識 那我們這邊熱烈要求 還是不是就沒有 好 我這邊熱烈就是 邀請各位 如果你有任何的觀點 想要提供 或是任何的見解想要提供 歡迎就是 聯絡我 就是聯絡不到 我就找幾何地方知識庫的本事業 找興趣 因為他很好 我會一刻有可能 因為我不睡覺 然後再來就是 再來就是 我們這邊有提供一個 就是很棒的服務 就是說因為我們有跟一些 聯合專欄 用知識庫的名義 我們目前手上的專欄有 影科技 康諾的 康諾的 對不起我念錯了 因為有錄影 康諾的 然後中石 中石電子棒 然後還有那個3D新聞台 的新聞網 不是新聞台 對 那就是各位想曝光的話 就是可以直接在上面處理 你的內容 那就是有人會覺得 你不會寫文章 沒關係 因為曾經有好幾篇文章 都只有那個人講過3句話而已 對 我們會幫你編輯成一份 有內容的東西 因為我們知道 寫文不是美人的專業 好 謝謝各位 無密 請問我 請問我 有問題 有問題 請問我 請問你 有問題 可以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